來來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臺灣的電視臺 最有名的T臺 新聞部 你知道這事情 那你看這個標題就叫做 霸凌主播下符咒 他報谷彩宴整形失敗 怪X女主播 螢幕擺符咒嚇壞了同事 符仔也怕去辦公室 符仔不是只有我們的生活而已 好 那你仔細看一下 這個是辦公室 電視臺辦公室的電腦 這電腦上面竟浮出了一張符 浮出了一張符 它是桌面放符 對 桌面放符 桌面放符 那同事坐在他對面 當然你會看到符會覺得不舒服 那他說公司又規定要離開前 要把電腦關機 所以他就把他關機了 可是他認為其實雙方 其實應該都心裡面有一些疙瘩在 才會這樣弄 你看看 這裡還有一塊 這裡還有一塊大石頭 石桿档 這石頭還綁紅線 布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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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容易 主播不是很不容易 還有這個 好 那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把它簡單介紹一下 這實在有點難介紹 他就說這一個應該要怎麼講呢 有一位他說 他是主播 他說他被惡作劇了 他桌上的東西被動過 然後所以他就裝了針孔攝影機 然後他錄到了紅市 總共三個 是 對他有霸凌行為 他一撞就告上了新聞臺的高層 所以這被媒體形容叫做公鬥事件 其中有一個XX他被指控 說故意弄髒這位XX主播桌上的水晶球 把XX主播電腦強制關機 我剛剛有講 可是這個XX說 公司有規定 你要離開就要關機 而且你那個服讓我心生恐懼 至於水晶球弄髒了 這個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他髒 所以我用衛生紙把他擦一擦 趁他去播新聞的時候 把他種的植物折斷 辦公室弄這樣 所以這個他就帶風水師去看 在自己的座位下貼下符咒 這樣子 他相信裡面有被人家做過法 老實講誰對誰錯 我們不曉得 你只是覺得說這個辦公室裡面的鬥爭 還蠻厲害的 這裡面可能有人性 有各方面這樣子 那我想問來賓的就是說 剛剛那個那個在桌子底下貼符咒 在這個桌上的電腦裡面 浮出符咒 那有效嗎 他都被嚇了 他就被嚇到了 你如果今天信用不利 你有什麼被嚇到 我如果沒有信用 他有什麼嚇到 他最重要的是人性在鬥 他這種動作威嚇的力量 心生恐懼 可是威嚇的力量也只是那一台桌上型電腦 你如何去講桌子底下 那一張大家看不到的符咒 那些符咒可能是他招財 或者他講建立自己的職場 但我不知道他布局這樣 但你看那個符的內容可以去判斷一些事物 但其實最主要是你就是鬥 你人在心生邪念的時候 你就是往邪的處 就看那些壞處的地方 他說你布那個水晶 他證實只要證他自己的職場 把他聚氣而已 你如果用到正面去看事情 你小孩不破就怕到那種味 小孩 幼兒或者他容易驚嚇到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咬咬到你分不清楚 輸尾在打 那如果我們要讓人家不好用符咒 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 有效 有啊 就看你怎麼使用他 你如果要做壞事 中間有壞事的那個所在 所以有分別 譬如說有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他還是有他正氣的地方 你都用正面的事情來看 如果你要邪念 當然有邪念另外一個角度 去看事物 你看那些壞處有嗎 其實符咒有沒有效 這種東西是取決 就像我剛才講 取決於使用的人 以及旁邊的人的觀感 比方說像剛才講到 這電腦的螢幕上面 其實這東西就很主觀 有的人他當我今天 我相信這個符有效的時候 我把它放到電腦的 這個桌面上面 我看到這個符 可能我就會燃起一個信心 就好像我今天放我喜歡的偶像 我老婆的照片 還是說我小孩的照片 一樣的意思 對 那同樣的 就像鄭大哥講的一樣 可能他們兩個在之前 就已經有心結 所以還有包含 這幾個 三四個四個 對 可能就是已經 早就已經看你不順暗了 所以才會去想想說 你是不是說放那顆水晶球 是不是衝到我 還是什麼之類的 很多這種 像我們去處理 也有兩個鄰居門對門 就一直互相覺得說說 你掛的那個鏡子是針對 我是什麼 可是你看臺灣很多人的門口 都有掛 對 很正常 可是他們兩個就是因為倒垃圾 我自己親身的經驗 我的一個客戶 他就是因為倒垃圾 然後產生了嫌隙 就開始就覺得說你放那個 你鞋櫃從裡面挪來外面 還是說怎麼樣之類的 你娃娃車的頭向哪裡 或什麼 這根本已經 已經歇斯底里掉了 其實有的時候 所以有的時候 就像剛才三榮法師講的一樣 我們在業界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是處理大家的人性而已 其實先不要講說 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 會遭不好的事情 但基本上你就覺得不輕鬆 但是我說那個其實真的是 相信就存在 就像我們去外面住宿 針大哥 我們在房間裡面 你發覺說 怎麼覺得他抽屜 不小心發現 他好像大幾張符合 你什麼感覺 那事情大掉了 這間房間到底發生過什麼 大事件 有時候很恐怖 你真的都不要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你光是那張符 你整天晚上就不用睡了 你覺得後面好像有點陰風陣陣 就自己都嚇自己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為什麼會 我自己 我個人的觀察 我認為是 他們在那邊貼那些東西 還是怎麼協和 水晶球 包括石頭 為什麼他們心裡會覺得這很負面 針對我的原因 是因為長期以來 大家處得不好嘛 勾心鬥腳 言語上 眼神上 互動上 可能這個都已經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這個實在是太有趣了 動作有多少 高跟鞋裡面 擠隔離霜 鍵盤上倒化妝水 鍵盤 化妝水會怎樣 不是啊 其實那個腎道 其實3C的東西腎道水 你沒有第一時間把它烘乾 還是會消毒 因為倒水就好 怎麼會倒化妝水 不可能順手 女生的包包最擅長的 他可能是都會咖啡 但是他一定有化妝水 到星巴克不划算 倒化妝水 男人就不懂 你要講說好可愛喔 倒化妝水 他可以講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把他的植物折斷 女生不是會有那個 種綠色的植物在桌上嗎 那些人長沒有折斷 一般其實我們有時候看到 很挑釁的 也是有一種植物就叫仙人長 他不知道種什麼 就不知道 maybe是發財樹 角色的 或綠螺之類的 然後還故意把他桌上的水晶球弄髒 對 水晶球要怎麼把他弄髒 因為一般這種所謂的開運物品 大家都會很忌諱 被別人碰 或是挪了位置 還是沾染了什麼不好的 晦氣 磁場 就壞了我的正法 他也許不見得是弄髒 就是有看到人家去動他 整個就很懶惰 我好意幫你清理 這個動作也是很奇怪 你去清理人家的幹嘛 你清理你自己就清理不完 還清到別人的水晶球去 所以他也是很挑釁很故意 所以剛剛講到說這個 monitor 裡面秀一張符咒 有沒有實際的效果 也許他自己看得開心 或是說增強自己的信念 大部分的人擺這些證不見得是想要害人 我們實務上遇到的時候 可不可以幫我增加升官的運勢 能不能加薪 還是幫我求人員 求財運 大部分都是幫助自己居多 但是如果說他們本來就存在這種公鬥的心 也是有人說能不能弄他 讓他倒楣 可是基本上我們都是抱持一個立場去教育他說 你發你自己的光沒關係 你不要去吹滅別人的族 我可以幫助你 讓你貴人運好 讓你小人減少 但是你不要去害別人 那我的大象的木雕 對著我討厭那個人可以嗎 也許他也不是故意用大象對著他就會怎麼樣 可是因為心結已經結下 他任何的動作都覺得他在針對我 我以前因為採訪的關係 我很常遇到的都是法師 那法師送的就一定是符咒 法師送的理事符咒 招財符 平安符 對他們就會送符 像三龍法師就送很多符 三龍法師的符又畫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電腦不是旁邊會有黏東西嗎 有黏明信片照片 我黏超多符咒 整排的 然後三龍法師還送我一個黑令旗 我也放在我的辦公桌 那一開始我放這些時候大家一看過去 這就是錯別字的座位 跑去鬼屋幹嘛 跑去拜廟都還好 後來是有一天有一個老師 他走到我的座位時就說 你們這個同事卡到了 他的精神狀況出問題了 然後全部的辦公室的人 就因為那個老師講這句話 開始心生恐懼 原本就是招財符也是大家覺得還好 頓時就對我開始有點害怕 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他們女生不是有那個鏡子嗎 對 那鏡子全部都對著我的座位 真的假的 抓回去 我有問三龍 他們就說這個 這個人他說我卡到的是腰不是鬼 磨啊 對 是磨 就說我整個遭經去 我回去反而我不舒服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覺得大家同事看我的眼神 跟他們拿那個很明顯那鏡子不是對著我 就是坐最左邊的就轉過來對到我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怪怪的 可是後來過一陣子之後我人也好好的 對 我也沒事 所以就其實大家好像也就漸漸釋懷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符咒本身 女生那些鏡子無效 對 可能我的魔比較強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符咒本身是中立的 那就看你的心如果偏了 那符咒他可能瞬間就變恐怖 你知道電視台的女主播做得這麼厲害嗎 我們家的是蠻和樂的 但我聽過別台的蠻兇的 就可能因為每個主播像我們像我男生還好 我今天進去我跟陰間就會貼正凱 這就是我要穿的西裝 對 然後有某主播A他去換的時候發現 他的衣服不見了 然後他主播他播新聞是很趕的 他沒有說你等我一下我等五分鐘 沒有他就昂上去了 對 他衣服不見了 然後服裝視野昏倒什麼會不見怎樣 然後就開始去找 後來他抬頭一看發現怎麼B主播穿著他的衣服 然後他下來之後 A主播就很不開心說 你為什麼穿我衣服 然後B就回答說 我覺得我穿這件比較好看 那是公家的嗎 公家的 那就是可是每個人都配好 像說鄭大哥你的衣服是紅色這一件 那我是藍色的 三龍是白色的 每個人都會貼上名字 因為每個人身材不一樣 對 所以大家都貼著配好顏色 服裝是會配好顏色 那可能B就是覺得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看到A這件 他就把它拿來穿走 我是因為人不會紅就穿比較紅的 紅的啊 所以就有啦 可是我們家的是 可能大家都比較peace 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 比較和樂 可是剛剛那個A跟B 從此真的就勢不兩立了 真的 女生就是很容易走心 可是 那我那上面 明明貼鋁紋碗 你為什麼正好一年還去穿 然後你還說我覺得比較好看 就是真的滿嬌証的 所以這個心結就這樣來 公鬥就是這樣來 可是他們可能 內心就很強大 他就覺得我無所謂 我現在就當紅 所以就有時候 男生跟男生就比較直接 女生就比較 沒錯 很多小故事在心裡面 他還講說毛線衣被剪破 你們隨時帶剪刀 沒有啊 像我們女生身上 有時候會修個指甲 而且辦公桌上面 不要忘記 都有那個要剪那個什麼剪紙 那個拿起來就一剪就破 那個真的很誇張 我那時候也曾經 我覺得女生好像有一個 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你當你討厭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幼稚的動作 就是剪破對方的衣服 我那時候曾經也在 就是也曾經被人家剪過 簡單講就是 也是後來要穿上去的時候 發現什麼那個長的那個裙擺 這個腰間破一個空 你也查不到誰動著手啊 但是真的女生會做這個事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